字幕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首先 我们要应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Waveguide上面的话呢 在我们前面的部分 其实已经在讲的时候 已经有把概念慢慢的引进来 那目前为止 你要应用在Webguide的部分的话 最常看到的 这个Webguide的种类呢 有几种的情况 第一个 那个种类的话 大概就是两个平行板 那这两个平行板呢 就是 然后 OK 那电磁波呢 是在这两个平行板之间传递的 当然这两个平行板之间有一个距离 我们大概用D来表示的部分 那一般 在这样的一个装置里面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印刷电路板啊等等啊 就是常常是这种 Paylor的Transmission Line的部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是两个Paylor的Wire 那这两个Paylor的Wire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Wire跟这个Wire 两个Paylor的Wire 你也常常会看到这种Transmission Line 它在这个制造上面你看到的话 你不会看到是两个Wire 它是把它变成一个扁扁的 那个像电线一样 然后这边就是一条电线 然后中间有一个塑胶 然后这边又是一条电线 这样子的Transmission Line 那了解吗 就好像是两个 你看到的是 这样子结合在一起的 一个那很扁 那中间呢 用一个这个 那个 这个里面是金属 那这外面都是塑胶 那中间也是有塑胶连起来的 你如果去注意的话 你常常也碰到 这样子的一个Transmission Line 那像屋顶的天线啊等等 以前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同轴电缆的时候 那个屋顶的天线就是属于这种 那当然它中间距离 就是D 那D的部分就利用这个塑胶 做出做的那个间隔 把这整条的那个传输线的部分呢 你做的越宽 那当然D就越宽 你做的越短 就D就越短 所以它是在工厂里面做出来的话 就一体成型的部分 那Antenna的部分的话呢 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Transmission Line 那第三种呢 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 就是Core Access 的Transmission Line 那它呢 就是像同轴电缆一样 那里面 这一层 跟外面这一层 跟外面这一层 OK 它就是在传输的部分 那中间呢 用Dye-Elect 的Medium 把它隔绝 那这种Transmission Line 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电缆 几乎都是这种的Transmission Line 就是这三种Transmission Line 是我们比较常常看到 那高频的 你现在你要传递非常精 比较精确的 然后高频率的传递 大概都会是这种Transmission Line 那它呢 是最容易让你知道 整个电子波传递的 一个性质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 来看一下 它整个电子波 怎么样的传递的情况之下 然后了解了以后 在时间够的话 我们就接着再看 Core Access的Transmission Line的部分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讨论的整个的Focus 我们把它放在Transverse的Electron Magnetic View 或者说Wave 那基本上就是T1M的部分 那我们平常把T1M 把它Transverse的Electron Magnetic View 那它呢 我们讨论 第一种的Transmission Line 然后在T1M的Mod里面 来讨论这个部分 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Transmission Line 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把 我们的Transmission Line 的形 那你现在把这个 作标系统的 画出来 那是XYZ 那 这两个之间 平行板 的距离 如果是D 那这个板的宽度 如果是W OK 那电子波呢 是沿着Z轴在传递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考量的Wipolization 然后它沿着 那是XYZ 它沿着Z的方向在Publicate 就是整个电子波是沿着Z的方向在Publicate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这样的一个电子波的话 如果我们只考量的是 Time Harmonic的Wave 那你如果考量开Harmonic Field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说 它一定满足的是 Wave Equation是等于0 然后这个Gamma 就是我们讲的 Alpha加ZBeta 就是我们定义的Gamma 那你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 Alpha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写出来的话 就是ZOmega 跟号MuE 这个是Beta的部分 1加上 我把它写出来 ZOmegaE 是Camma OK 那这个是开2分之 我们看到的 这个Gamma的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Beta 之前我们也讲 这个是Ottimulation的 那个Coefficient 它是会让电子波衰减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我们说 我们的电场是YPolization 所以你看到你的电场的部分 你既是YPolization 你就是J Component 然后EY 那我可以把它写成 J 10 然后E 负 Gamma G 我已经把它 Alpha的Factor考量进来了 所以这个呢 是等于 J 10 E负 Alpha Z 然后E负 J Beta Z 这项已经引进来了 它是可以 衰减的Ten 我已经把它加进来 那 电场是这样以后 它所对应的磁场是什么 磁场的部分 就是等于 1た分之1 N Close E 对应的电场 它所对应的磁场 那所以你把E带进来 我们马上 看到 N 是Z方向 OK 所以 你现在 1た分之1的Z Component 然后乘上 J 10 E负 Alpha Z E负 J Beta Z 所以 Z Close J 的部分 就是等于 负I R 1他分之 负I 10 然后 E负 Alpha Z E负 J Beta Z 这是 你已经知道电场跟磁场的情况 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件事情是要很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目前为止 你知道平行板在这个边端的时候 电场都会弯曲对不对 我们并不把这些弯曲的效应考量进去 所以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在Edge的部分的这个啊 那个电场弯曲的这些效应的话呢 我们都把它把它敷列 好 这是我们啊 在之前就已经为了考 为了我们这个讨论方便的部分 就你感觉这个平行板呢 是无穷长的 的情况 但是 基本上面 你是 这个电场是 Y轴方向的电场 换句话说 现在的电场 电场的方向是 E的电方向 那磁场的方向呢 就是负I的方向 这个没问题 电场跟磁场在这个平行板里面是怎么传递呢 假设 假设这两个 这个是一个conductor 这个板也是一个conductor 那这两个conductor 都是perfect的conductor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你是perfect的conductor的时候 电磁波在这里面 会不会传递 不会对不对 在这个 这个conductor里面 它就是代表 Lossless的media 换句话说 这里的阿法 是等于零的 那你的gamma呢 就只剩下了 β的部分 那阿法的部分是等于零 这是你可以 很清楚看到 perfect的conductor的情况 那ETH 你就变成是 1它本来的定义就是 一零分之mu OK 好 好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的时候 我们的boundary condition boundary condition 是等于你的y 在零的位置跟低的位置 你都要符合boundary condition 这两个位置 你都要符合boundary condition 那在这两个位置的boundary condition 我们说boundary condition里面 第一个是电场的切线分量 要等于零 OK 然后 这个 呃 磁场的normal分量 也要等于零 在 这个内部 所以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当它是等于零的时候 所对应告诉我们的 是x方向跟z方向 这个两个component ex跟ez 这两个component是等于零 那我们只有 这个y方向 是合理的 那我们 电场的 哎 电场是这样 磁场的normal方向 那normal方向就是y的方向 电场的 哎 磁场的normal方向 它要等于零 那就是hy要等于零 这两个boundary condition 你要符合 所以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y等于零 这个plan的boundary condition 会什么样子的情况 好 我说 y等于零 那我们把它 这个界面的话 y等于零就变成是 这是y方向 它是y等于零 那现在 你如果这边是 这个是medium1 这是medium2 那里的normal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换句话说 我们n close d1 减d2 对 应该是 2到1 2只下1 所以 所以 你这边是 n2 只下1 所以 1是这里 2是这里 这个呢 要等于surface的 OK 那我们说 y等于零 这个l 叫做low plan 那 另外一个呢 这是d but nclose h1 减h2 这个呢 是等于 j s 那现在也是low plan 所以l 那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 在内部 在为了要符合 bunday condition 这些东西 在内部的部分 这一项是等于零 这一项也是等于零 所以 你看到了 j n是j的方向 dot d1 就一项 1 1 j beta g 这个要等于zo 这也是j方向 所以j j消掉了 你看 乘以1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知道 它是等于1 一项10 1 负 j beta g 在g等于0 这个bundary上面 它有一个 surface的charge density 是 roh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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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y等于0的plan 一个是在y等于b的plan 一个是在y等于b的plan roh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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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时间就是等于 확진 rohsg rohsg 負 正的j omega t 所以我就馬上可以知道它是 一雄 一零cos omega t 減βg 所以某一瞬間 t 你固定了 t 等於 0 好了 那這個就是一雄零cos 的負βg 譬如說 我說t 等於 0 的時候 rho st l 隨著位子的變化就是 一雄一零cosβg 那我說這就代表什麼意思 當 z 等於 0 的時候它是最大值 那它是正的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變成零 然後再來 又開始增多 變負值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它是cos 然後到這裡是零 然後這邊是負的 然後這邊是負的 變負的分布在某一個瞬間 在某一個瞬間 OK 所以我把這個 參考線把它拿掉 它是cos 的函數 好 這是我們對電荷的部分 那 Current density 不停呢 一樣的情況 你現在變成是 sj cross h1 h1是 這個值 負一塔分之 負一塔分之 i 10 1負 j βz 那這個呢 你馬上看到 這個 你的電流 就是 jsl jsl 就是 real part jsl e 負一正 j omega t 那 也就等於是什麼 z component eta 10 cos 的 omega t 減 βz 所以在 t 等於0 的時候 那 我的 jsl 就是 隨著力的變化 就是 z component eta 10 cos 的 βz 所以 你會看到是 有一個surface的charge 以外 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surface的currant 那surface的currant呢 它跟 這個charge呢 相位是相同的 ok 然後 它的方向是z走方向 好 在這 z等於0 的時候 電流是 這個方向 最大指 然後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然後 接著 方向 變相反 變相反 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所以你看到喔 這裡面 它其實 它的surface charge的部分 你非常的清楚 而且 surface currant 你也很清楚 這是在 y等於0 這個pran 上面 它同樣 y等於d的平面上面 一樣的 y等於d d 這個平面上面 你把 medium1 然後medium2 所以你的n 2指向1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n 其實是-z的方向 那一樣的這個算法 d2的話是0 h2是等於0 只不過 因為你n是等於-z了 所以 你的surface up planned 它出來的結果呢 是剛好是這個的負值 負1 0 10 1 負J β z 所以 你在t 時間等於0的時候 我們把 它換成 我們看到rear space 我先把它換進來 是等於1 1 0 10 1 負J β z 1 z Omega t 所以 你就變成是 1 0 10 負的值 這是負的 然後 cos β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裡是正的時候 在上板 就是負的 charge 然後這邊 負的charge 到這邊呢 負charge的時候 上板就是正的charge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所以它一樣的 它是屬於 這是一個 cos的分佈的 一個整個情況 好 那一樣的 surface charge 之外的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是在上板上面 那 算出來是它的負號 因為這個是 負J 的部分 所以你就變成 負G 1ta分之10 1負J的 βz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看到 我的current density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就是real part 負G 1ta 10 1負J βz的 1j Omega t 那它的結果 就變成是 負的 G 1ta分之10 cos的 βz 在t等於0的時候 這也是t等於0的時候 把它帶進來 所以我們看到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current 這邊是負的 負的Y方向 在Z等於0的時候 就是很大的current surface current density 然後慢慢慢慢變小 變小 就變0了 然後再來就變成 方向 改變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同樣的 你現在你把 這是你的current density upper surface 這是 你的lower surface的current density 然後 charge density 你也知道了 好 接著我們看一下 我們再把 我們的電場 電場的部分 你知道 我的α等於0的部分 我就把它的 電場的部分 1 隨著時間的關係 就是real part 1 1 所以你把它 帶進來 你就看到了 這是 j component 1 0 1 cos omega t - β z 同樣的 在z等於0的時候 哎 t等於0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 z方向的1 0 cos omega t 你看到 cos βg 你看到這邊的電場 是什麼方向 電場是這個方向 然後慢慢的 電場方向相反 你看到的 你看到了 你看到這很明顯的 也很清楚的 電場方向就是 surface charge 從震的到負的 從震的 從震的到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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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 face的部分 這就是電場 1 ok 那磁場是什麼方向 磁場就是這邊 已經告訴你 是負i的方向 ok 那你有把可以把磁場 把它 計算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磁場 部分 我說磁場 然後 H E J Omega T 放進來以後 你現在變成 負i 一塔分子 一零 然後 cos 所以 T等於零的時候 你的磁場 隨著 位置的變化 負i 一塔分子一零 cos 負 所以我磁場的方向是 負i的方向 剛剛在比的時候 i的方向是什麼 i i是進去的 但是 我們的磁場是負的 負的i 所以這個應該理論上應該是 這邊是 這個應該是 出來的才對 ok 然後 這邊是進去的 所以現在看一下 電場是這個方向 磁場是這個方向 電場 e cos h 所以它是電子波王 Z的傳遞 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改一下 齁 你們自己注意一下 這個是出來的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你現在已經知道 電場 你知道磁場 ok 在我們整個電磁波裡面 你這個 transmission line 的部分 你實際上是 沒有辦法 直接去測量 電場 也沒有辦法 直接去測量磁場 你兩個平行板裡面 你會測量到的是什麼 平常在電 在實驗室裡面 兩個平行板 你測量的是什麼 是這兩個的電位 差對不對 ok 你沒有辦法知道 電場是多少 但是你知道 電位是多少 對不對 這是你實驗室裡面 能夠測量到的一個物理量 那 這個物理量 另外一個是 在整個的 transmission line 裡面 你可以測量到的是什麼 電流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接著想要探討 是說 你的 電位 跟電流 跟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些東西 有什麼相關 這是我們接著要探討 那 記住一件事 我們 剛剛在討論的問題裡面 這個是general case 因為它有 它可以有阿花值 那我們現在只討論 的是假設 這個是special case 說 這兩個板 是perfect conductor 所以我們等一下討論完了以後 電位跟電流的關係以後 我們還要回來講說 如果不是perfect conductor的情況之下 有阿花的時候會怎樣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先 了解一個 非常special 比較 這個 簡單的情況 所以 也因為是 perfect conductor的情況之下 這個條件才會存在 那你就會很簡單的去做 好 好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focus 放到 我要討論的是 電壓跟電流的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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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